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欣然拥抱你的处境 二十世纪 在美国有一间世界著名的 机械制造公司叫做维斯卡 当时有许多的人 在大学毕业后到这间公司求职 却都遭到了拒绝 原因是 这间公司高级技术人员的名额 早已经爆满了 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斯蒂芬 也是其中求职遭到拒绝的一位 但他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找到了这间公司的人事部 告诉他们自己会无条件 而且不计任何报酬地为他们工作 虽然公司感到很不可思议 但仍然分派他去 清理打扫被弃的铁屑 不久后 这间公司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危机 许多订单因为产品品质的问题 纷纷被客户退回 公司因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公司董事紧急召开了会议 讨论后大家还是没有对策 这时斯蒂芬进到会议室 执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不但针对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同时拿出了自己对产品改造的设计图 这样的设计不但保留了机械原本的优点 也解决了原先的问题 原来斯蒂芬在到处走动做清洁工的时候 细心地查看了整个公司部门的生产状况 并且详细做了记录 所以他很早就发现了技术性的问题 也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成功帮助了公司解除危机的斯蒂芬 后来也成为公司生产部门的副总经理 亲爱的朋友 困难来了 挑战来了 机会也来了 同样是求职遭到了拒绝 斯蒂芬却显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和勇气 所以他愿意付赏代价 从一个基层的清洁工开始做起 借此提升自己的专业和实力 有一天机会的门就向他敞开了 圣经中有一句话说 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上帝的话 困难挑战 有时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有限 叫我们更加谦卑自己 看见我们有需要改变 需要调整的地方 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在困难挑战中提升成长 圣经中有一个人叫约瑟 他年幼时被卖到埃及做奴隶 又被陷害进到监牢了13年 一切对他都是不公平的 他大可活在苦恼负面与苦毒之中 但约瑟却欣然接受自己的处境 并且善用情势活出他的最好 约瑟相信上帝会为他预备一切 上帝果然为他成就了大事 最终约瑟被提升成了埃及的宰相 地位仅是于法老 亲爱的朋友 生命中的困境 都是预备我们将来成就大事的肥料 今天让我们学习 以正面的眼光去拥抱所处的环境 上帝必会帮助你有新的提升 你会看见机会之门向你敞开 你也将更多经历上帝的作为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